你不要拖禮咱們啊 我拖禮咱們要拖 想打我的人真的太多了 輿論風向是 你們是嘴秋 你們活該被打 打得好 你們就可以言語暴力人家 人家就不能夠肢體暴力你們 這樣很丟喔 表示黑菊姐相關的新聞 就是這種新聞嘛 就是行三色 陳怡不僅在直播露出擊拍媒電話 還直接PO上臉書 不要跟直播 我已經三個多月了 我直接跟你講 我們講清楚 小豬超疼粉絲 以前簽唱會 都會依循三拍五報的模式 就是用肉體來賺錢嘛 那跟那個在蔓延的小摩 她每次用肉體來賺錢 我覺得就肉體賺錢這件事情 我感覺好像是一樣 就大家多同情她啦 你們也知道 比較悲傷的一個女孩子嘛 她也辛苦啦 才也沒有外包 那部分的職業意義真的都很廢 我覺得大部分職業意義都是廢物 今天有人又因為我而不開心了 有人因為我而生氣了 所以我想要開這個直播呢 來跟大家表達我的開心 我的快樂就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旁白哥爆爆 陳怡仇家滿天下 得罪憲哥羅志祥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 就是試圖的想要打那個 Message給我 Message 小姐是Messenger Messenger 這樣不對喔 是 網紅陳怡常敲鍵盤開直播 用地圖炮的規格爭辯時事 其量2月5號傍晚4時在自家門口 被黃南暴行四拳一腳 你還要先別看你喔 黃南事後共稱認錯人5萬元交保 你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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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都在哭 想這樣哭 而且我們學家都在哭 第一就大家都同情他啦 叫悲傷的一個女孩子嘛 他也辛苦啦 他也辛苦啦 受害民眾口中大喊的陳軍元 就是陳怡的爸爸 也是牽涉龍心花園弊案的 前台北市議員 而媽媽原先是律師後從政 是國民黨前台北市議員陳雪芬 後來與陳軍元離婚 陳軍元肯定明星陸小芬結婚 陳雪芬搬去澳洲生活 陳怡看來是跟媽媽一同過去 但卻還是很愛隔空指點台灣時事 生病一定回台用健保 因為我是千金 以前在貴族學校 我們需要上什麼 奇馬克風跟高爾夫求客 我不是一個角色 我是一個王后 我是一個 財富自由的王后 通常啦 會要去一直promote自己啊 然後宣傳啦 講說我自己事業做多成功 那些人就其實只是想要互相去騙你資源這樣子 上次就是跟他直播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 你剛剛說什麼 就想說 有人一直要強調說 這不叫呼吸器 這叫什麼呢 正確的學名叫做 忘了 哎呦你那個包我沒見過喔 後面是假的 你這個小賤人 什麼都是真的 你不要直接 你是假的啦 我覺得鳳梨在我心中 就是真的是小弟中的小弟 19.5公分不喊頭 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說的 我們家祥祥 都沒有出來說自己19.5公分不喊頭的 我想說 超騰粉絲 以前簽唱會 都會一旬三拍五爆的模式 就是用肉體來賺錢嘛 那跟那個在蔓延的小莫 他們也是用肉體來賺錢 我覺得就肉體賺錢這件事情 我感覺好像是一樣 陳怡不僅在直播露出擊拍妹電話 還直接PO上臉書 然後說我要還不敢接電話 你簽罵了對不對 我要打第二頭 我剛過的宇宙是 哇 還不敢打第二頭 然後我已經碰壞了 我已經三個多月了 你這樣子弄我寫 我已經三個多月了 我的反應是 我有你的line 我直接跟你講 我沒講清楚 大部分的資源意義真的都很廢 我覺得大部分資源意義都是廢物 除社會你就是廢 找不到工作 也沒有任何專程 也是個文盲 如果你要跟人家吵架 到最後你只能夠淪落到外表 或是人身攻擊的話 那表示是最低階的吵架 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沒有腦袋沒有關係 但至少要讀書 如果連書都不想好好讀的話 希望他可以好好做人 善良一點 陳小姐還沒進入藝能界 你已經不在 你媽媽 我們絕對不想要看到這個 三里娛樂新聞譴責暴力報導 你可不至少